嗨!各位小財神,我是寶可夢 那我們今天的Vlog非常特別 就是在我彰化老家的客廳 然後要來帶給大家的是一個很不錯的故事 是我老爸 爸,你跟那個 我們這個 朋友 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好啦 我是愛穿 不用講太詳細 好啊 真假啦 其實我從大家如果常常看過我的這個 新聞報導就會知道其實我就是 鄉下小孩然後北漂到台北去奮鬥嘛 那事實上其實我的彰化的故鄉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啊 尤其是我自己是一個傳統的 這叫什麼 我們是一個大家庭對不對 大家族 大家族 其實我們彰化住的這個附近的居留 其實通通都是我們親戚朋友 都親戚啦 那我今天這個Vlog就是要跟大家聊聊我們家的故事 我覺得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一個分享 希望有機會可以帶給大家一些不同的啟發 然後重點就是 這個故事是跟土砂有關的 土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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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那個在田裡面會有那個魚嘛 類似魚是不是 tirar�香的不要瘋了 dan 喔 好 他算是害蟲嗎? 不是 他只是一種生物 對啊 因為我們家以前是 建產欸 是種田的 喔所以你在那個田梗 因為田梗那邊不是可以在挖河嗎? 那個河 對啊 那他們就會在那邊是不是 竹草什麼 對啊在那邊竹草拉什麼 賀安你跟我們分享一下就是 我們家主跟杜塞有關的故事是什麼 我在小時候,我們爸爸就是目前的阿公 就是我們大家族嘛,因為那時候生活比較困苦 都養豬啦,養豬 可以賣錢,提供家用 豬一定要有本的,就是說救,那個救火就是對火啦 他的抵賽,豬、豬、尿可以去挑起田泥一罐去當火之後 他在那吃吞火的炒什麼排泄物,就是做本啦 對火、救火就對了 就把他一段時間就把他拿起來,挑起來 再給他發酵,發酵之後就是拿去殘 把那個水稻啦,還是說蔬菜做出來 爸,我開始就是 當學生小朋友國小的時候,我家裡面好像就沒有養豬啦 沒有了,那個時候 很早就收掉是不是 對,環境已經改變了,分開了 因為你那時候說是公務人聯繫 公務局在上班 他是六個兄弟之中 他算比較好的工作啦 所以他早上也是很勤勞 他都去掛那個草子回來,讓豬 吞他一吞,吞就做肥料 做那個堆肥啦 吞的時候那個豬衛有排泄物 也混在一起 這樣把他一段時間 就把他勾起來,發酵 那會去做肥料,當肥料用 那為什麼會有跟陶塞有關? 然後後來是怎麼牽連的? 那他就是因為,他剛才沒上班 還沒上班,還沒上班 還沒上班都五六點鐘 的時候他就起來了 就要去掛草,去探 那探,我們的探 有一條排水溝 不太大條啦 大概五六米寬這樣 旁邊有雜草,大概要去割 割起來的那個草 那我下課,這支打回來 讓地址吞就對了 那就是在那一年 冬月,就是我們這個秋天的時候 秋天嗎? 秋天的時候 那水稻都差不多要 第二期水稻收成了 那那個,我們的水利局已經斷水了 沒水了 沒水了 秋天就 就剩下一點點的 那個斬斬流水這樣 啊 就 我的爸爸他就 他都在秋天裡 他人都 都是打刺腳在那個水溝裡面 在割草啦 把那個旁邊那個 以前都沒有那個水泥嘛 沒有那個水泥嘛 沒有做那個切粥 啊,都一坨的 他再割,把那個草割起來放在上面 嗯 放在那個田庚上 喔 水溝的岸上 啊,曬乾了我去調回來 嗯 啊就是有一天 他一直割,割到那個 因為 那個小水溝 他連接到那個大水溝 嗯 大溝 水這樣 也就 這又白了 啊,就是在那個溝月的時候 齁 就是要接近那個大排水溝之前 差不多五六米的那個地方 就隱隱約約就有聽到那個聲音啦 好像 什麼聲音 那個 那個魚好像困在那個泥沼裡面 那個小小的水庫裡面 有困潛攤嗎 對啦 很多那個土塞 就是在裡面掙扎 都在那邊有聲音啦 它是不是沒有水快要死掉 對 不是裡面都還有水啦 但是水過的水都快要乾了 他就把那個草割開看到有一個小洞 洞把它剝開哇不得了 裡面都是那個魚 土塞 土塞 他算是群聚的一種魚類 整個家族都在裡面 做事都在裡面 幾十隻吧 應該幾百隻有 幾百隻喔 很大耶 上百隻土塞 就是他要趕著回來上班了 就把工作割支 用那個草把那個洞放在那裡 他就回來 通報他的弟弟 他的第四的弟弟 那就是我爸爸做第三的嘛 我們宅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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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 飯尺嗎 對對對 比那個還大 比飯尺還大 三米在用 三米在用 就去把它抓 超佳滅祖 全部都抓回來 四個水桶 四個水桶這麼大 抓回來 全部都抓回來 那個時候 因為都還沒分開嘛 大家生活很困難 大家有魚的人吃 那時候要吃魚吃肉很困難 都要做魚 拜拜才有 那是年紀之前的事情 五十年之前 差不多五十年 九十年代 對對對 九十年代那個時候 抓回來 那時候那時候 就 有的家族 吃魚吃魚吃幾天 喔 那個店啊 煮啦 土桑 吃一吃 跟我們分開就只有兄弟分開嘛 把他那個好吃嗎 很多那個刺啦 魚刺很多 我們現在是吃素啦 但是 我爸爸他以前沒有吃素 是後來 信了宗教之後才吃素 然後我們全家人 包括小孩子 在媽媽肚子裡面才吃素 但是 我爸爸那個年代 生活很困苦 所以沒有吃素 就是 也像吃肉嘛 對啊 那土桑裡面是有很多刺喔 喔 那個小刺很多 那好吃嗎 還好啦 總是 好難想像 都在沉的嘛 沉來吃喔 是很不錯 很有銀良的 移到那個料理 嗯 啊 經過我們 分開之後 分家了 分家了 就是 結婚生小孩之後就會分家嘛 自己家裡 有個兄弟都分開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 那個 家庭 分開之後 應該過了差不多 沒幾年 應該有到十年左右 嗯 那個 去抓吐 吐司 那個阿傑 在死阿傑 他身體就一直不好一直不好 嗯 感染到那個 可能 說是肺結核啦 肺結核 害怕得很久 喔 就是沒有辦法工作 嗯 啊又喜歡抽菸 又喜歡賭博 啊每次都是 蹲在那個 什麼 那個 衣條啊 我們鄉下有那個 長板燈上面 在那邊曬太陽 嗯 啊沒有什麼 收入都沒辦法 人就是 很 很困苦啦 穷夠潦倒 啊我的爸爸 那時候那是 公務人員嗎 有 啊 都有 配給一些那些傻口 不過那個 工作服都還不錯了 就送給他們啦 還有 有時候買回來還有薪水嘛 買一些東西 就幫接濟他們啦 幫他們照顧那個小孩子 長大 啊 經過這樣 大概沒幾年 他就吐血了 就是 那個 匯捷有話 照吐血就死掉了 嗯 啊死掉了 當然 那個時候小孩子都還很小啊 啊 就也不知道說 那時候都不知道說 那個時候 應該是 叫做報應啦 啊 啊 經過差不多 又經過到 十幾年之後 我 我爸爸 就是我阿公啦 阿公啦 鐵油了 啊 他鐵油之後 民國六十個鐵油 哇 就體重多病 就市長開刀 每年都在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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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時候長大了嗎 還沒 你們都還沒出來了 所以我們對那段沒有印象 對啊 你也沒出生 那時候 我就沒結婚了 阿公啦 他們如果說 就經過到 差不多五年六年 都是這樣體重多病 啊 啊 啊 我就 我就覺得說 這樣 不知道是怎樣 會這樣的遭遇 啊 就有人告訴我 啊 我帶你來拜佛祖 你聽到你 啊 你就了解這些事情了 我去聽到去聽到就知道 啊 那個是英國報應 可能是英國啦 所以後來我們家裡面就改資助了 對啦 我們就改資助了 不殺生了 阿公的身體 我們爸爸的身體 就慢慢慢慢就好轉了 好轉了 他在 他 那個時候就 在八十六歲的時候才離開 你給我看 上天也是很慈悲啦 給他 給他差不多兩年 二十幾年的那個 壽命 所以 這個故事就是說 也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為什麼我要吃素 就是 我們家裡面家族的淵源 其實也是因為 這個 阿公 他後來生病了 然後 很常 要進出醫院嘛 對啊 所以後來我們家裡面 就學了一個願 就是希望說 我們不殺生 我們吃素 看家裡面 家人的狀況可不可以好轉 對啊 然後後來才有 接下來的發展 對不對 然後才有寶可夢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也是 蠻有趣的啦 因為以前 我大學的時候 聽我爸講這個故事 聽起來就是 聽聽就過去了 但是 隨著年歲增長 我就覺得說 其實 也可以對我自己有一點啟發 那個啟發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要做壞事 對啊 我們不要殺生 那我們 我們持續的為這個世界貢獻良好的正向的能量 對啊 那其實對大家都是好事 對啊 對啊 那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喔 就是 用一個簡單小小的故事來分享 我們家族的過往 寶可夢的過去的故事 然後讓你知道為什麼我要吃素 還有 我們其實吃素這條路 我們會一直走下去 我們不會 要換回來 好就是簡單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趕快來就是 按讚留言分享 好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將來呢 有更多更精彩的故事呢 你就可以看到 好我們下回再見囉 拜拜 拜拜